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留下了无比丰厚 而又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为河海做滋养 因老街而繁盛 对于银口而言 老街不仅是这座港口城市的发祥地 也是它繁华的开始 沿着辽河岸边行走 潮湿的海风迎面吹来 银口西大街就位于海河的交汇处 被人们誉为是露天百年商部古物馆 直到今天 老街两旁的建筑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模样 时光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东起平安路西至德舍路的辽河老街 至今已有二百八十年的历史 这条仅一点三公里长的老街 总立着三十多座百年历史的商部建筑 它们外表看起来虽是西式门楼 但院落的布局依旧保持着中国古老的传统 岁月的光阴慢慢划过一砖夜瓦 老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历史 也折射着现实 每天依旧鲜浮的老街上 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 有条不安的进行 面宿馆里的老艺人 在手工台上制作着一件件精美的面宿 巷子里孩子画画 阳光下老人下棋 大宅门上的光影瞬息万变 勾勒出一壶浓郁而生动的城市画卷 清朝时期这里被称作墨沟营 因靠近河海多维无法耕种的盐卷之地 随着朝廷颁布开墾辽东的归程 来自关内的第一批移民来到这里 为了生存下去 闯关东的先辈们 只能把目光伸向波涛汹涌的大海 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 唯有赶窗才能探索未来 这个地方又不适合公众 只能靠打鱼为生 想生存下去 必须得有一种开创精神 怎么样把营口这个码头发展起来 营口海边可以晒盐 晒的盐运到辽河岸边 通过船外运带动了营口商贸的发展 这样闯关东的后辈在营口就扎下了根 所以说我们到营口来闯关东的人 骨子里面有一种敢闯敢拼的一种拼搏精神 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 这里的人们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 要么投身上海闯天下 老街上为航运贸易服务的大屋子 商号临次致笔 从那时起 辽河老街开启了东北第一大商铺的黄金时代 日夜流淌的辽河水 让这条古破的老街韵味更加绵长 站在这儿 听着身后往来船只振振的气底声 仿佛还能感受到这里曾经航运业的辉煌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黄金水道 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逐渐被西方列强所垄断 面对着重重的困难 老街人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不断地寻找着新的应对之策 1858年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许多港口被迫开布 其中墨沟银代替牛庄开港 正式取名银口 大量民族资本在老街上崛起 李志远的祖父李旭元就是其中之一 您祖上那个时候生意做的最大的时候什么样的 在银口市的有十几家商号 有西一顺 一顺盛 中段的是横一立 横一斧 然后到西面有西一顺油房 到北还有那个一顺后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外来殖民资本的入侵 银口的航运业迅速被各国轮船公司垄断 他们控制航线 轰抬运驾 用尽一切手段打压中国本土商号 当时由于支付不起高昂的费用 大量货物囤积在码头无法运出 老街上几十家商号面临着破产危机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 李旭元与弟弟李子初过付陈州 拿出全部家底购买轮船 但仅靠一己之力 仍无法与外国轮船抗衡 生死存亡之际 李氏兄弟提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 在老街上发行股票 大家集资共同购买轮船 广大的商银 有些家庭妇女 把他那个边框之楼挣的一些辛苦钱 也拿出来 所以当时流传一句俏皮课 李旭元挣赶干 振线框螺钱都拿来开船行 所以就是靠这样一点一点的资金 筹集起了当时那样一笔巨款 在那时的中国 股票还是一个新鲜词 别说妇女老人 就连一些商人也不是很了解 但勇于尝试 敢于拼床的老街人 却迅速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 1910年 在银口被迫开布的50年后 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 这就是照星轮船公司 也是近代引口的第一家股份之公司 航运星则商贸星 随着照星轮船的不断壮大 他们培养出中国近代较早一批航海专门人才 在民族危难时 闯出了一条条通往关外的海上运输线 为老街商号的发展 寻求到新的生存空间 走在今天的老街上 依然能看到许多商号的招牌被保留下来 虽然大多以褪色斑驳 但对于银口人来说 他们背后的故事才是老街历史的名句 历史上 老街有三十多家油房 东永茂就是其中之一 银口开布后 海外对豆饼和豆油的需求猛增 老街油房的订单日益增多 可是最初的炸油液都是使用土法炸油 考工人用石墨压一锤一锤的枣 起枣摸黑 眼看着大家昼夜不停的生产 还是供不应求 东永茂的老板潘达球再也坐不住了 如果突破不了这个可能当时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了 银口你是东北的大度的集散地 那么你炸油液要搁不上去以后 那你可能这个大度都要囤起在这儿了 作为商人 潘达球深知 只有创新生产方式才能抓住机遇 迅速占领市场 他率先拿出收入的30%来研制炸油工艺 没有任何技术参考 只能自己日益摸索 潘达球靠着一股敢于革新的尽头 在无数次潜心试验之后 终于制造出机械炸油机 比以往每天能多生产豆饼4680片 新技术的出现 让老街的炸油工艺有了质等微跃 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这里的大豆豆油和豆饼出口量 始终占据着中国东北地区的79% 成为营口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产业 他当时也叫机械改革 每个改革肯定都是 这一年要走很多坎坷的这样的弯路 也要付出很多代价 那么最后他们还是成功 老街的发展速度 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 从19世纪中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 营口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稳居东北第一 全国第六 每天在老街交易的金额 达到上千万两白银 然而各地客商带来的银定多种多样 它们成色不同 大小不一 交易起来十分麻烦 有时甚至会出现无法交易的局面 1851年 老街上一家老色好颜料装 换成了永成德银炉的招牌 他的这次改型更张 不仅创建了首家炉银商号 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 炉银制作的先河 制作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 对 铜银都用这种银的 不论到哪上店买东西 都用这个 它是一个形状铜银 第二个重量铜银 炉银的诞生 结束了老街过去交易滞后的状况 极大加缩了商业运转 后来老街人又在此基础上 创新了票据信贷业务 银口银炉业在全盛时期 与上海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 并成为中国三大地方金融机构 所以这样小小的一个炉银 代表来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大的升级 带来了银口的商贸繁荣 不仅商业 贸易 运输 各方面都繁荣 达桶到东北塞省 关内 尤其是天津 山东 江西 江苏 浙江 上海 宁博 这些地方的商业纷纷到处来做买卖 繁荣的程度 有的已经熊熊的西大街 就我们现在这个大街 是用银子铺路 铺银作为金融业上的创新 在他所属的时代 成为老街商贸 汇通天下的催化剂 时至今日 虽然铺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但他所蕴含的精神 依然能在今天这个变革的时代 找到延续 历史上一大批民族工商业在老街上崛起 造就了银口经济的空前繁荣 也使得西大街一度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商贸金融中心之一 当时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地驻留 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在这里发生着碰撞与交融 从而滋养出无比灿烂的民间艺术 其中最受当地人喜爱的 就是要数会智人口的评书表演了 每天晚上 庙宇连珠的评书表演 都会在老街的茶馆里准时上演 喝着大碗茶 听上一段评书 已经成为银口人最体特色的一种休闲方式 自清末以来就有评书艺人在老街上表演 百年来从未中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就生活在老街旁 1958年 他作为银口取义团的代表 到福建边防哨所 慰问首岛战士 传统的评书表演 必须要有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作为道具 但袁阔成却临时 做出了改变 他觉得 来到海岛 本意是慰问演出 怎么还能让战士们辛苦地帮忙扛桌椅 而且一张桌子横在他和战士中间 也显得没那么亲近 思考片刻 袁阔成当场决定 把身上的长袍大褂脱掉 亲自动手 把桌椅连同茶杯扇子 一并撤掉 当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对 撤掉的 不光这次撤掉 以后我再来这海岛演出 就不用挑战士再背桌子 背椅子了 我直接就给你们 在这个小舞台 我给你们讲评书 回到辽和老街后 袁阔成开始站在百姓中间讲评书 一次次的表演 让他真切地感觉到 这种开创性的评书表演形式 才能够真正地走进观众心里 银口这个老街啊 人来人往 特别热闹 尤其是五十年代啊 他离码头很近 当袁先生把桌子拿掉 在这个码头工人面前 展示评书艺术的时候 银口人认了 认可这种艺术了 就最后有的时候 几十里地外的那个康大尾的工人 来看听袁先生评书 就是他形成一个风景了 来 瞎大雪 也来 听他底书 云长啊 当初我既然答应 草阴能 失心啊 今天我来啊 我是怕云长一路之上 穿姿缺乏 我特地前来 给你送些金银 如今圆阔城的许多弟子 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在他们的传承下 独具特色的银口评书 早已成为老街的文化符号 历久彌新 在传承中创新 在发展中求变 是银口人古老的生存法则 今天 老街依旧延续着百年前的商业氛围 车水满龙声 做满卖的吆喝声 绵延不断地在老街上回响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 身处其中的人们 只有不断寻求向外开拓的机遇 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文启东从小生活在老街 1997年 26岁的他辞去了稳定工作 从其间低矮的平房和三台机器开始 做起了垃圾袋加工厂 然而 一个完全依赖人工 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工厂 显然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 到了2007年 文启东甚至半年都接不到一笔订单 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 我从小就在这个河边长大 创业了20年 经过了无数次的波折 甚至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每当遇到了巨大困难的时候 我都喜欢站在辽河边 这个河海精神 他本身就是奔腾不去一直往前走 只有我叫冯山开路 冯山开路 御水搭桥 有着一股闯劲的文启东 没有坐以待毙 每天都在寻找新出路 一次他去观看棒球比赛 观众散场时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他的注意 赛场以后几万人离开的时候 他两只手拿的全部是垃圾 那我就想 假如说有一个携带很方便的垃圾袋 这个时候打开 把垃圾装里 那是不是方便很多呀 赛场回来后 文启东和他的团队 没日没夜的研究琢磨 折了数不清的袋子 终于在六个月后成功了 你看当你产生垃圾以后 需要它的时候 这个很方便 比如说我们随便从兜里拿出来 这样一拽 把垃圾捡起来放到里面 完了 这还有一个口扎 这样的话 两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 看似不起眼 里面却藏着二十多项专利技术 勇于创新的文启东 终于把小东西做成了大生意 赢得了国内外的市场 这些年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文启东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如今 他研发生产出来的塑料袋 包装袋 已经可以实现一百八十天 在土壤中完全降解 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大家有环保的概念 那想想每天大家用的所有的包装袋 都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时候 那个地球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了 所以我们站的角度 已经和十年二十年以前完全是变了 被讨生计而飘洋过海的时代 已然远去 当年闯关东的先辈们 穷尽一生追寻的东西 正在当今的银口见此呈现 如今银口的民营经济 占当地经济总量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 银口也因此成为辽宁省经济 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奔腾不息的辽河如同一位母亲 不仅孕育了银口这座城市的文化领域 更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专属的美食 每天上午 在老街周围的各个码头上 都有海鲜集市 在银口人的食谱里 最少不了的就是各类小海鲜 位于老街东北方位的一家海鲜店 关于海鲜这种食材 就创新出了三十二种做法 海鲜脑原本是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一种食材 但海鲜店的老板 却用它创新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芙蓉海鲜脑 这是一道对刀法要求非常高的菜 将海鲜脑剖开 先窜水后过油 海鲜脑下锅和出锅的火候 尤其将在温存 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鲜嫩口感 出锅后倒在柔软的豆制品上 美味看上去就已经呼之欲出 智慧的老街人用创意装点了生活 也把河海之鲜留存在唇齿之间 最后形成了家的滋味 明亮的霓虹灯照亮了夜晚的银口老街 喧嚣的人群处处散发着烟火气息 如果说银口这座城市是一本古书 那老街则是它的书籍 而由此延伸开的街区则是它摊开的匪业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 这本厚重的书籍始终伴随着它们的成长 无论日后身在何处 这里所蕴含的古老智慧 所承载的文化基因 都会幻化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激励它们不断前行 数百年间 一代代老街人从河边的小码头走出去 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一首充满时代精神的歌曲 红旗飘飘 可遍大江南北 它的曲作者李杰 就是从这里出发 去追寻自己的音乐理想 小时候因为我家离这个辽河 就在两百米吧 一出来就是辽河 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大船 现在船越来越大 这个家乡变化也大 故乡的水土 对人的滋养和补育 深入到血脉深处 而家乡的记忆 让生长于此的人 不管走多远 依然是内心最深的烙印 我记得是我临走的时候 人口我一个姐姐 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 送我上的火车 然后他做饭特别好吃 做的饺子 特别想吃的饺子 还有霸鱼 时光荏苒 二十多年过去了 李杰依然记得 离开家乡前的那碗 邻居家的姐姐 为他做的那顿饭 虽然只是些 最家常的小海鲜和饺子 但对李杰来说 这顿饭里 有他剪不断的香愁 和浑鲜梦银的家乡味道 得知李杰要来 姐姐一早就忙碌了起来 买海鲜包饺子 张罗了满满一桌 我先尝快饭 你给我走着 怎么样 月老 月儿姐 当时我记得没做那么多 然后有饺子嘛 酸菜馅饺子 对 然后吃完之后 月儿姐就给我送到大石桥 送到大石桥 然后我就去北京了 记性真好 三十多年了 对不对 历历在这吗 这一生的情意 这绝对忘不了 所以这么多年 在北京一直发展到现在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还不是音乐 是情 我觉得有了情之后 音乐写的才能感人 在老鸡边生活了18年的礼节 早已不是当年在辽河边 弹吉他的少年 他创作的歌曲 已经传播到四面八方 而今 游子远行 富有归来 对于家乡二次的含义 莫过于他用音乐创作 来表达的浓浓香情 几十年来 正是家乡独特的人情 和地域文化 给予了李洁在音乐上的 创作灵感 如今 他也希望能够留在银口 在老街旁 打造出一个音乐文化港口 天下人 尹口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天下人 回望辽河老街 他犹如一位端坐的历史老人 目送着穿梭来往的过客 数百年间 勇于冒险创新的开拓精神 曾经改变了无数移民的命运 如今 走入新的时代 百年老街 仍在奋进举起 在土不纳心中 不断蓄积着 勤行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